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其慕容乐票房的下跌 业内没有明显意外 毕竟该片多次调整当期 显然是对自身质量信息不足 反倒是这不能扩三位当红明星的欧洲攻略 手续开划成绩并不差 七夕节当前 欧洲攻略开划 值得9687.51万元的综合票房 为了当日票房榜单第二位 也仅次于一出好戏 第10726.27万元 次日环比下跌74.7% 这个下跌幅度 甚至可以和数日前的爱情公寓电影版相起并论了 首日开划成绩不弱的欧洲攻略 又集合了三位当红明星 却在此日只开出2406.44万元的综合票房成绩 这里边到底藏着什么原因 换言之 这个国 谁为以下呢 综合大盘方面 七夕之后的票房市场均有所收紧 七夕当日 取得4.61亿元的票房成绩 创造中国院现电影七夕当期的最高票房记录 2017年的七夕当期当日 也只取得了2.3亿元的综合票房成绩 在4.61亿元的颇高票房面前 七夕当次日的票房下降 到2.97亿元 周六票房市场大盘环比下跌37% 以上数据说明 借利七夕当日的院线电影热销 基本大盘在此日都有所下跌 但是其跌幅控制在37%上下 而欧洲侯略竟然下跌74.7% 跌幅明显高于基本盘面 说明这部电影本身确实存在对影明星引力不足的问题 吴亦凡和唐燕两位青年电影演员 属于自带粉丝的偶像型明星 这也变造成 两位艺人的粉丝会在电影上映 首日做出冲击票房的消费活动 不过 粉丝电影的基本走势都是类似的 往往首日票房十分理想 而后续票房增量动力不足 郭敬明导演的小时代系列和绝技首部曲 都面对这样的问题 等于说 在首日的欧洲侯略票房中 已经消费掉了两位明星艺人的电影粉丝群体 接下来的票房走势中 越发依靠并不崇拜谁的真实电影观众 这个批次的观众 看中的是电影质量 而非电影明星阵容 然而 欧洲侯略在上映首日之后 最终看出的半电影的观众大分成绩 目前只维持在3.7分 这个评分 已经不足以吸引群众影迷入场观看 口碑下跌 是造成 欧洲攻略次日票房环比下跌 74.7%的最直接原因 而老编检测到的口碑数据显示 大量唱评只向该片的两位青年演员 一位是吴亦凡 一位是唐烟 对于老喜鼓梁朝伟 不少影迷的评论表示 可惜了梁朝伟 到底是欠了多少钱呢 能够一步接着一步的帮人拍摄这样的电影 显然 梁朝伟的演技还是过关的 但欧洲攻略的剧情 显然对不起这样的老喜鼓 吴亦凡和唐烟两位演员 在欧洲攻略中表现出来的口碑基本类似 因为该部电影在故事内容上却学乎变乱丧 缺少基本的社会内涵价值 所以无论两人多么努力 也无力回贴 况且 两位演员的演技 基本谈不上努力 对于吴亦凡而言 他在基本上全部的电影中 都是冷卷的面谈表情 属于没有演技 只会耍酷的 这样的角色设定根本不淘气 反而会让电影丧失更多的群众影迷 而唐烟方面 曾有类似特工电影《赏金猎人》上映 当时此片虽然口碑亦不理想 但最终票房稳扎稳达 取得2.1亿元 借此 可以得出一个仓促的结论 唐烟依靠特工类型的电影 一轮片可以扛起近2亿的票房 反观欧洲侯略 截至19日上午10点 也只有1.25亿的综合票房 第三月票房走势更加低迷 业内对这部电影的最终票房预测 已经下跌到1.73亿元 看来 本次电影是把双刃键 真正做好 剧情才是正当 The End也则证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